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秋山 在日本钓鱼这个活动 一般来说都是中老年男性为主 好少会听到 会有女士甚至是年轻的女士 热爱这一种活动 但在最近钓鱼界就出现了一位女大人 她的名叫吉野七宝实 吉野七宝实经常把她捕鱼的影片上载在instagram里面 受到很多年轻人的关注 而她近时尚成为钓鱼杂志的封面女郎 搞到日本原本很多对钓鱼没兴趣的男生 因为她的关系 都疯狂抢购 由她做封面的钓鱼杂志 吉野七宝实1991年出生 今年28岁 现值是一位杂志的无得宜 吉野非常之喜欢钓鱼和攀石的活动 更加会将活动的美照带在instagram里面 而最近她推出了一本VR的写真集 而她还将钓鱼这种活动融入在写真里面 而最近她发布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令到她人气急升 在照片那里 七宝实在浴室里面挂满了鱼杆 而她在访问提到 浴室里面挂的鱼杆 全部都是她出海钓鱼的战利品 她说其实她一直都有这个嗜好 所以因不住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才去拍这张照片 而最近钓鱼杂志的专栏访问 问到七宝石的近方 她就说自己是一个非常之幸运的人 她了解到日本的社会非常之压抑 生活很大压力 她很庆幸可以视工作于娱乐 享受自己喜欢的运动之余 又可以有那么多支持者喜欢自己 她说希望更多日本年轻人 在畢了业之后尽量尝试 发展自己的兴趣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因为她认为有开心的生活 才有动力创造更多的未来 当然笑片我也非常认同她这句话 而今天我要讲的新闻 暂时到此为止 多谢大家收听 喜欢的希望大家赞好 和订阅我这个频道 我们下一条片再见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